在金融领域有一个supermarket 里面是琳琅满目的金融商品 吸引了各路买家 而这个supermarket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它就是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又称为短期资金市场 是指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短期融资的市场 货币市场是一个庞大的金钱流通的无形市场 由以下多个子市场组成 其中交易量最大的是同业拆借市场 它是由金融机构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问题 互相借贷形成的 该市场能有效地反映货币政策的走向 和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 是货币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处于货币市场基础地位的则是票据市场 该市场是汇票、本票和支票等 有价票据流通的主要场所 拥有着广泛的交易主体 发行和交易量都大的要属国库券市场 它是政府为了弥补国库资金临时不足 而选择对外发行短期债券而成的市场 对缓解政府短期资金周转难的问题 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 证券回购市场 是银行进行短期融资的又一场所 银行通过出售证券获取资金后 又按约定价格 在未来买回锁卖证券 由此 既解决银行资金流动性问题 也为投资者提供了 进入证券市场的另一渠道 最后还有一个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该市场主要交易一种由银行发行的 规定存款额度期限利率的存款凭证 大额存单以利率高可转让的优点 吸引了众多储户 在短期资金市场中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 货币市场上交易的品种 有着期限短流动性强 价格平稳 风险小 收益率低 几大特点 它不仅为政府机构 银行 企业 提供了灵活便利的资金管理手段 更为央行实施货币政策 调控宏观经济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手段 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总的来说 货币市场是金融市场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发展水平 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 有着深刻且长远的影响